我就講到陰謀論 陰謀論 為什麼把民調給厚宇壓得這麼差 尤其是新北壓得這麼低 就是告訴你一件事 再不決定你就垮了 再不決定你就崩了 連你的本命區 新北市都輸成這樣 你還好喝做事情嗎 注意人在等這個東風起 這個東風會不會起 那就看侯友宜什麼時候表態 很早表態 對侯友宜來講完蛋漏線 太晚表態民調垮掉 所以現在侯友宜 陷於什麼左右為難 出這個也養 出那個也養你知道嗎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現在侯友宜 你只有個辦法 就誠如你所說的 好好做新北市長 其他的就交給辛苦的黨主席吧 新北市都會輸 這就很嚴重 我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新北市是侯友宜一直在 你看包含29區的里長 都跳出來來力挺他 那應該是最強的啊 新北市29個區的里長 都跳出來挺他 那還有不強的道理嗎 里長跟選民可能想的不一樣 對 里長是因為 里長要資源嘛 選民是要希望嘛 這不一樣哦 里長要的是資源哦 選民是說希望我的市長 能夠給我的四年一個好的 新北市未來 所以里長跟這個里民 想的是完全不一樣 29區跳出來 最後他的民調怎麼那麼差 這兩個因素來顯示 第一個是不是落跑的這個因素生效了 你到底要不要當這個新北市市長 還是你打算當一半就去當總統 或是去選總統 不管選不上選得上選不上 至少將近一年的時間就耗下去了嘛 所以新北市的市民心中會不會有挂念 會有轉念 我覺得出現了一個轉機 第二個我就講到陰謀論 陰謀論 為什麼把民調給後裏壓得這麼差 尤其是新北壓得這麼低 就是告訴你一件事 再不決定你就垮了 再不決定你就崩了 連你的本命區 新北市都輸成這樣 你還好好做事情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選民的話 以國民黨支持者 我看到這份民調 我會想一想說 我還是去支持別人好了 還是就算了呢 不無可能 就是說大家覺得侯友宜 曾經是民調最強者 可是在你這樣拖 在你這樣子窝囊 在你這樣子不敢挺身而出的狀況之下 這選民心裡想 叫你選個總統都扭扭捏捏捏的 又不是要叫你上刑場 對不對 你這拖了半天幹什麼 那麼如果與其選出一個 猶豫不決 不敢前進 什麼叫強將 強將表示凡事勇往之前 那什麼叫做弱將 弱將是民調很強 叫你做的時候畏所畏畏 就叫弱將 強將是敢戰 弱將是有民調而不敢戰 完全符合了 侯友宜憲你有民調 空有民調不敢戰 國民黨的支持者 最討厭一件事情 未戰 這件事情從哪裡看出來 洪秀柱事件 當時洪秀柱 根本不會是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就算一個跳出來 對 去問王金平 王金平說我還是好好做好的職務 問朱宇倫說我就 朱宇倫當時也是新北市市長 又是國民黨黨主席 主席也要不要御駕清真 我還是做造王者吧 問了所有人 問吳敦一也是一樣 所以最後洪秀柱講出一句話 你們這些男人真的是有夠噁心 小女子有理了 出場了 出場了 所以說那不過這點 我必須要幫朱立倫證明一下 當時去陳情給朱立倫當主席的時候 你說報主席 洪秀柱會拖垮我們 為什麼洪秀柱講什麼 一中同表 當時快要把所有立委的選情拖垮了 所以多少立委去陳情朱立倫說要把洪秀柱換掉 這些立委現在都還在線上 你不要全部推給朱立倫喔 你是幫兇 朱立倫當時是千萬個不想出來選 是被你們拱出來的 所以換柱不是朱立倫一個人的事 是一群臭男人的噁心作為 所以說你不要這邊全部怪給朱立倫 所以朱立倫現在明白了 他了解國民黨嘛 所以我才講朱立倫在打什麼 消耗戰 消耗戰 所以這個政傳媒出來之後 侯友宜看了會不會慌 會慌喔 侯友宜會慌喔 越不表態的人表示他越沒有自信 有自信搞就表態啦 勢在必行為什麼不表態 因為不能表態嘛 一表態就糟啦 一表態就醜態百出啊 對不對 不表態還可以郵報 琵琶半遮面躲在後面 對不對 你到底行不行 我行不行 你們看民調 你到底要不要選總統 我要不要選總統 請看民調 最後就是他啦 可是發現一件事 民調垮了耶 你一以為賴的是最強的母雞 現在母雞好像開始掉毛啦 換季嘛 變熱開始掉毛了是不是 掉毛的母雞就變成凸鷹啊 很難看啊 所以說這個狀況讓侯友宜 他必須趕快表態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民調 不管是新北對於這個落跑的想法 我覺得再發酵 侯友宜再不表態 民調跌谷底 民調跌谷底誰最高興 朱立倫啊 為什麼最高興呢 現在我一直從頭就講 朱立倫對於國民黨 他有不能輸的壓力 對 如果他躁進 所以朱立倫講 我們不躁進 但是我們也不確戰 我會選出最好的人 大家了解了吧 什麼叫不躁進 是我朱立倫不躁進 我慢慢來 慢慢拖 我慢慢來 我要選出最好的人 那誰是最好的人呢 七月份再告訴你 所以用趨立委去拖 趨立委去走 趨立委去選 選完之後 趨立委你認為 誰是最適合的 侯友宜出來真的能幫你嗎 就跟當時紅袖柱 看起來小女子有理了 最後趨立委把他拱下去了 換柱換柱換柱 才換的 注意的人在等這個東風起 這個東風會不會起 那就看侯友宜什麼時候表態 很早表態 對侯友宜來講 完蛋露餡 太晚表態 民調垮掉 所以現在侯友宜 陷於什麼 左右為難 出出個越洋 出那個越洋 你知道嗎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現在侯友宜 你只有個辦法 就沉入你所說的 好好做新北市長 其他的就交給 辛苦的黨主席吧 好 當然要交給 辛苦的黨主席啊 因為權力都在 黨主席手上嘛 你叫侯友宜 怎麼樣表態呢 好 請教一下石岡哥 這份民調最強母雞 你怎麼看 第一個 現在你說賴清德最高 是正常的 因為是有種煙火效應 包括說兩個禮拜前 的這個南投線 的這個毅力委輔選 他都贏了嘛 讓大家覺得很意外 再來第二個 那個民進黨 很快就是集中在一個人 不管從去年的選完 到現在 基本上各派系也好 演變出來跟他競爭 所以在這個情況 其實賴清德的民調高 我坦白講 一點都不意外 我真的覺得他應該還要更高一點 那你意外是哪一個部分呢 我意外是 其實我認為意外是 那個什麼柯啦 柯文哲啦 沒有啊 他都一樣是二十趴 柯文哲 看起來 好意外的 看起來他的二十趴越來越 越來越穩固嘛 沒有吧 你意外應該是侯友宜的部分 其實侯友宜 他會掉也是很正常 我認為很正常 真的 因為第一個 他沒有表態嘛 你你現在去列他民調一個 沒有我說 表態要選總統的 自然民調的聲勢 竟然起不來嘛 第二個 那這陣子國民黨 處於一個比較盤整期啦 包括兩個禮拜前的 那個敗選到現在 大家對於 大家對於 反正盤整期嘛 每個政黨都盤整期啊 有希望有希望 二零二二二 二零一八以後 民進過了好一段 這日子的盤整期嘛 所以政黨本來高高低低 盤整期就是應該的嘛 那更換民眾黨 長期處在盤整期 那斯剛哥你會覺得 厲害 厲害 我自食張斯剛 代表國民黨選總統 他滿四十歲了 那你覺得侯友 應該趕快表態嗎 我覺得時間到要表態啦 第一個 不要讓大家期待落空嘛 第二個大家覺得說 既然大家這麼希望你啊 代表出來選 就剛剛跟那個將軍講 剛剛將軍在二零一六之前 都是國民黨嘛 那那時候國民黨 現在希望說有一個人站出來 可以把這局勢穩住 如果你就該出來之後不出來 大家就覺得說 到底我們支持你 到底是支持真的還是假的 那個那個民調就會跑掉 那民調跑掉 所以我覺得侯友 現在我就覺得不必去等什麼 新北市議會開會啊 因為你下半年還是要開會啊 你新北市議會開會之後 你就算不宣布 我相信每個民進黨也好 或是其他黨也好 一定問你說你要不選總統嘛 你問你拿一些那個兩岸外交 軍事國防來問你嘛 所以你躲不掉的 你其實躲不掉 我就正面迎戰 正面迎戰反而能夠收據 大家的這個信心 跟你的支持度 你的制度會往上走 所以我覺得不要怕 不要去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你這個好好做事啊 是要幫台灣好好做事 不僅幫新北 所以侯友宜 其實只要把租的人搞定之後 應該就可以順利來表態了嘛 租的人應該沒有太大問題